我們要處理的就是委員會會不會代表他們提出 下午我們要聽政府的意見 我希望泛民議員守規矩 不要在委員裡叫囂、慢罵、拍手 或者一起發聲 令會議不能夠進行 參加條例草案審議 第一個條件 先決條件是議員要守規矩 在法案委員會裡主席會議都多番強調 首則裡說了 一般來說法案是需要在三個月裡去完成審議的工作 這個不是主席就著這個一地兩檢法案所定的時間表 在我們議會的文件裡也清楚說了 希望每個法案都能夠這樣做 而在過去的三個月裡 可以這麼說一地兩檢法案委員會 開會次數之多 時間之長呢 我相信和其他法案委員會相比 絕對不算是少的 也可以這麼說 就著八條條條文 過去三個月裡 我們認了非常之多的時數 可以說是有一個歸速的速度去審議 其實這個不是我們所定的一個時間表 亦都是配合我們香港的一地兩檢工程裡 我們香港社會應該所定定的一個時間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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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一直留意哪些議員不斷叫囂 有錄音我們知道 其實議員說政府官員答了等於沒有答 或者沒有直接答他的問題 是否以後政府官員只要說了些東西 聲稱答了便可以讓他報告 我不同意這個看法 說官員答了等於沒有答 其實有很多相當複雜的問題 譬如說國際權利與義務的問題 其實官員已經答了 我聽得很清楚 我認為官員答得絕對正確 只不過有個別的議員 不滿意或者不明白 我們沒有可能因為個別的議員 不滿意或者不明白 好像毛孟靜議員那樣 他聽不明白 要人由頭再解一次 或者是再回頭 是沒有可能這樣進行一個條例審議 多謝各位 請問說 為什麼要去習呢 為什麼不去習呢 建制派說不應該司法進行 為什麼要去切回呢 是否政府叫人不要救他自封呢 谢谢大家